厂长有人找您 谁啊 他说他叫刘成果 刘成果 快快让人进来 谢谢 多年不见啊老公 哎呀成果呀 快坐坐 没想到啊 没想到没想到 我还以为你啊 你给我死在外边了 瞎说 不过你也是啊 你说你这一声不吭的 消失了这么多年 师父跟师母 本来身体就不好 可把他们给集会了 你说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是 当初不辞而别我 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爸妈 还有我那儿了 好在现在回来了 过去事就不聊了 哎 这 我这回来了 那 听我爸说 那个 这么多年和三差五的 你们去看看 我刚回来 我爸就让我过来看看你 特意 谢谢你 谢谢你这得意门声 还得意门声呢 你看现在 厂子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都没脸去见师父的老人家了 哎呀 那些有能力的商商 早就去干自己那一探事了 那头脑活的呢 也看准形势下了海 早就成了气候 那些聪明的呢 也利用服装厂的关系 借助那些订单库存 至少也成了街边服装店的小朋友 就剩下我这么一个 要能力没能力 要破率没破率 要胆量没胆量的光杆司令 在这儿苦撑着 陈光 这不瞒你说 我都不知道我能成几天 这厂子的情况啊 我大概也了解了 虽然对这个服装设计 我是一窍不通啊 但是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呢 在经营方面 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我觉得这厂子还有希望 有希望 得了之后 你就别安慰我了 走 咱俩这么多年没见了 喝点去 算是给你接风 行 这酒得喝 但是我不能白喝 我得跟你聊聊 这厂子希望在哪儿 行 走 走走走走 道副主任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新一批下岗名单又贴出来了 谢谢你啊 谢我干什么 我要谢谢你昨天那番话 真是提醒了我 也不至于我被突然要求下岗的时候 彻底没饭吃 新梅 新梅 你赶紧去看看咱们厂里的员工安排名单 看什么呀 不就是下岗 哎呀 你没下岗 你说什么呢 不仅没下岗还提罢了 是咱们服装厂管理生产的副经理 真的 走 我看看我看看 绕一下绕一下 绕一下 你看赵新梅 恭喜啊赵经理 不是经理是副经理 不是经理是副经理 哎呀 不是经理是副经理 哎 新梅 其他老员工都下岗了 你怎么上岗了 你怎么上岗了 就是啊 前两天你不还在那日被下岗的名单里啊 嗯 但是我怎么不下 等上了 哎呀 看你们说的 就不盼着我好是吧 是 呦 那怎么会呢 真是 虽然你平时厉害了一点啊 嗯 但咱们可都是厂子里吃苦干活的姐妹啊 嗯 没怨没仇的 谁不怕谁好啊 就是 就是有点奇怪啊 这什么好奇怪的 嗯 当年对厂子贡献最大的人是谁啊 是谁用红色系列 让我们的厂子起死回生啊 你和牛树荣呗 牛树荣一走 就厂子里能数得着的 哎呀 还就是你了 所以说啊 肯定是厂里啊 意识到我的能力和重要性了呗 得了得了啊 要意识啊 早就意识到了 说吧啊 你是认识了什么厉害人物 还是送了什么大礼 哎 我跟你说啊 有些人呢 就是狗眼看人低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别人呢 凭真本是得到东西 非觉得是通过旁门邪道的 我觉得这种人啊 肯定是没出息的 又有安全啥 kriegen叫 我就考虑看人家 趙心梅 大老板找 奥 大老板找 大老板 места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买下来 给你留了个胃 好 傅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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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了吗 变了吗 那 可能唯一的变化就是 比以前有钱了 我现在手里有一家运输公司 做物流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能有今天 全靠当兵时候的那股韧劲吧 你过得好 我就放心了 这么多年你都音信全无的 家里人都很担心你 春哥 过去的事 是我张欣梦对不住了 是我对不住了 我们之间没有谁对不住谁的 那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对啊 都是你心甘情愿的 过去你对我的好 我都放在心里呢 嗯 我什么啊 操努那种好结婚 你呀 不用记得 我对你的好 你能记住我就好 能记住 我们当初那份爱就好 我记得 我当然记得 我们曾经相爱过 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们现在都老了 再来谈一些爱不爱的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没有意义吗 我希望你过得好 没有意义 还是 我把厂子买下来了 没有意义 再或者 我给你留了一个 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 没有意义 计划 你记不记得当初我走的时候 给你留的那封信 我说我牛成果 宁可前进百无死 绝不后退办不上 但为了你 我退了 我退了 我希望我退得值 希望你能过得好 你 你说你选错人了 我给你机会重新选 可你现在选的这个人 给你好日子过了 你现在过的是你当初想要的幸福胜头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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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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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不起